警方聽聞報案內容後 立即安補其情緒 並激緊的請婦人告知其兒子聯絡電話及婦人住所地址 一方面以電話聯絡確認兒子平安 並請立即撥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另一方面派員立即前往婦人的住家安撫婦人 避免婦人勤急下遭詐騙集團利用和匯款 第四節 第四節 感谢观看